今天健康人物專訪分成兩個部份 請來就是剛剛在日內瓦舉行了一個國際發明展 教局派出了中學團隊 都拿到很好的成績 剛才同學的同學跟我們聊天 現在我們請銀掌得住跟我們分享一下 歡迎有來自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潘希淳 就是Karis 你好 你好Karis 你那個叫Medisave的一個人工智能處方輔助系統 跟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系統是用來做什麼的 Medisave就是一個藥物處方的檢測系統 希望可以幫助醫生 令藥物處方更加安全和快捷 有少許機會去出錯 它會透過結合第一病人的資料庫 包括病人的血液檢測結果 病歷史藥物史等等的資訊 再加一個藥物資料庫 我們用來自arxlist.com和YMD 三個有認可性和publicly accessible的藥物資料庫 結合這兩個資訊庫的資訊 然後透過用AI去作比對和檢測 去告訴醫生究竟這個處方有沒有問題 如果偵測了一些潛在的風險 系統就會提醒醫生可以怎樣去改善 他會給一個建議 就是可能是在劑量上可以怎樣改善 或者可以用其他藥物去代替等等 講到實際應用的時候 其實做法又是怎樣呢 做法就會是醫生去操控系統的 醫生會登入自己的帳戶裡面 然後他就會輸入 醫生現在想處方的新藥物 和藥物處方的資訊包括了它的劑量頻率等等的資訊 然後只要按verify這個按鈕 可能在大概5至10秒之內 那個系統就已經可以process到的資訊 聽到你這樣介紹 好像一個已經在市面可以用 或者已經應用中的一個program 一個軟件或者一個AI的輔助工具 我這樣說是不是已經在用 其實已經好像很實在了 因為其實整個發明的過程 由我第一次參賽到現在都已經多過一年了 所以當中有很多refinement 由一個本來初步的prototype 到現在已經是一個完全可以使用到的program 到我在我在日內發明展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有些醫生 會直接拿了一個system 自己登入去試一下 當他是一個醫生在我開藥給病人去使用 那就是說我再想了解多一點 輸入了一些資料的時候 因為病人一些可能他以往的病歷 在用的藥物都會在裡面 就變成了醫生就會看到 原來這個病人有這種藥物敏感的 基本上他將他處方的藥物打進去之後 就會彈出所有的資料 他會對這個藥物敏感 就不要處方這種藥物了 不是的 AI就會知道病人之前一些藥物方面的問題 或者AI就會給醫生現在處方的新的藥物 處方和病人之前有沒有對這個藥物 有什麼其他的interaction 或者同類的藥物有沒有interaction 或者這個藥物如果可能是跟肝有關 這個病人的肝功能會不會是不良好等等 然後你就會看到現在在screen上顯示 他就會出現一個feedback 就會分成高風險的 然後可能醫生要多些 又或者要定期做一些檢測 去確保他沒有因為藥物的副作用 而出現了一些病發性 又或者是safe 應該沒有問題的 反而不是我剛才那個層次說 藥物敏感那樣東西 是對比他現在吃的藥物 譬如醫生新開的那些 會不會有什麼衝突呢 都會對比他的藥物敏感 但不是由醫生自己去看到的系統 去對比 是AI就會因為知道 之前這個病人可能對同類的藥物 已經是有敏感的反應 所以現在醫生新處方的藥物 就是建議醫生不要處方這隻藥物 或者如果處方就要換到一個 多些檢測 其實數據方面都有不同的來源 包括自己病人的病歷 自己藥物的使用歷史 亦同時有些剛才提到 一些公開都可以找到的數據 例如一些醫學的數據 其實那些我在想 對於一位中學生來說 其實可能都不是那麼多人 會去特地去認識 或者是可以有機會去慢慢去研究 你是怎樣開始這件事的 其實說到靈感 首先就是在新聞已經會完成 整天都見到一些藥物處方的 實用的個案 見到這些個案就覺得很可惜 可能是一個很細微的錯誤 如果可以及時制止 可能可以救回病人 或者避免病人再受苦 但如果說怎樣去想到這個solution 其實就是我在中二、星中三的暑假 去到不同的醫院 又或者是診所實習 就看到醫生可能consultation process 是怎樣去跟病人去開藥 就是在跟病人聊天之後 他怎樣去做一個藥物的處方 然後因為我又見到這個系統 然後就開始想 其實會不會有這樣的漏洞可以填裂 可不可以用AI 去令到這件事做一個比對 令到藥物處方的十五可以減少 但Karisa你自己本身 未去研發這件事之前 對人工智能AI這件事 是不是都很熟悉 還是那時就有一般的認識 反而因為要研發這件事的時候 就去多了解 其實我本來對AI都有一定的認識 我記得我在中一的時候 就裝了一個Azure 都是我現在用的其中一個軟件的課程 就去學了一些關於AI的資訊 或者怎樣去用 怎樣去研究不同的模特兒 然後應該去到研發的期間 因為我想了解多些 可能是drug prescription process 跟AI可以怎樣結合和運用 之後我就上了一個網絡的課程 它是美國的設定 但它是一個網絡的課程 specifically去調整drug prescription 和AI的intersection 即是儲方藥物那件事 專門是課 所以你就再上了一個課程 對 我就上了一個課程 它這個課程有講解 可能現在的儲方藥物的process 是怎樣去運作 另外它也有講解了 現有的AI technology 或者現有醫院裡面 已經有什麼系統在不同國家 所以我就發現 原來還沒有一個自動核對 和比對的系統 所以我就想了meditate這個idea出來 那你的發明 跟我們剛才第一組的嘉賓 有一點分別 就是你相對單打獨鬥 可以說是你自己一個人 去想那麼多的程式 做那麼多的research 回來 其實你自己覺得 會不會有些位置 當有很大的樽鏡 或者挑戰的時候 都是要靠自己 好 我鎖住自己的房間兩天 再去想一下 你是怎樣去處理 其實當中是有不少的困難 第一就是technical的困難 因為它的coding 或者它要不同的 就是build這個software的process 都是絕對不容易 特別是它那個資料庫的數據 是很大 因為我們incorporate了 三個藥物資料庫 進來還有給別人的資料庫 其實它裡面是要process很多資料 所以我是需要經常去做debug的process 或者有時候 可能是初階的時候 因為這個system 其中一個賣點就是 我會教那個LM 怎樣寫個prompt出來 就是最容易去identify 到一些不同的錯誤 所以當初可能是 它給的那個answer 未必是最準確 或者最relevant 可能它未必有錯的資料 但它可能很vague 或者是很空泛的 去講解一下問題所在 而不是很specific 可能跟我本來想要的效果是不同 所以當中是有很多refinement 而我記得有一次 就是我之前去其他比賽的時候 這個是我去文萊比賽 然後同樣在那時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我要急著在比賽之前 一定要搞好那個system 就像你這樣說 鎖了自己在房間去做一些debug 做這個debug 除了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出現的時候 其實那個過程都會很害怕膽跳 究竟它是不是真的搞得好 或者你限時之內是做得好 你沒有想過找方法 或者我意思是找其他人幫忙 原因是因為你一直以來的性格 都是喜歡自己去處理一些問題 是不是很獨立的 Karice你都 我會說我是都很獨立 我會喜歡遇到一個樽頸位 就盡量自己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其實在過程當中 我都會可能遇到一些很實質的醫學問題 這些都沒有可能給我自己去讀 我在整個過程都一直有兩個醫生 去幫我 去解答我的不同的疑問 去幫我verify 究竟我的information是否對 或者它出了的result是否correct 有時候可能在technical的方面 我覺得我是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去處理解決問題 我就會盡量讀合去原則 但是當我意識到我這件事 可能是out of my reach 或者是太深入了 即不是你能力範圍之內就找人幫忙 我覺得我都要去請教一下別人 或者盡量去問一下別人不同的opinion 那是怎樣找到一些機會 或者方法去把自己的idea 做出來的這個製成品 去嘗試應用在病人身上 是否已經有些方法做到 其實我們是跟了一間腫瘤中心 和一間專科診所去做一些試用期 然後給醫生去試用這個software 一開始有些醫生可能會有些抗拒 因為始終有AI這個元素 但是同時有些醫生就會覺得 AI是現在的大趨勢 可以運用到 可以試用是一個很好的opportunity 又或者一開始 在Medisave拿了一兩個獎之後 我會去參加不同的香港裏面的展覽 將Medisave去介紹給不同的專業人士認識 如果他們有這樣的機會去認識這個產品 他們覺得真的好 他們就會更加有興趣去試用 我記得你剛才提到最初 可能幾年前 在醫院見到有醫生處方藥物的時候 在你實習的時候 觀察到有這個可能性 就是將整件事做好些 更加精準 或者效率提高 好了 你現在做了這個製成品出來 你也提到 已經有些場合有機會見到別人去使用 其實那個時候自己當場的感覺是怎樣的呢 其實當場 我覺得第一個感覺是震驚 因為整件事好像已經成了一個reality 我就覺得好像很幻想不到 因為其實這幾年來 我一直都有做不同的創作project 但是第一次很落地去implement這個創作project 我將我的idea實現出來 做到整個product 然後還可以讓用家去使用 其實是一件很夢幻很震驚的事 但是當然在經過了這個shock之後 很快我就回到現實去想 究竟是否還有一些位置可以進步 又或者是否會出一些問題 之後就很快已經回到去 我要和這些醫生去溝通 究竟可以怎樣再改這個system 我估計你的性格 震驚可能只是五秒左右 很快就要投入改善那個program 也想問Karis 剛才你說 在那個連結出來 希望可以讓一些醫生實際去用一下這件事 的時候 我都說去敲門的時候 剛才你說了有不同的反應 有些就OK AI都是未來大趨勢 另外一些就是會覺得有些擔心 到好用的時候要收集意見 在那個期間會不會有些意見 他真的實際運用了之後 有些修正之後做過的呢 有 其實就是因為在醫療行業裡面 privacy是一大issue 就是私隱 想影響到病人的私隱 而當你整個東西是運用到AI 運用到那麼多網上的平台 運用到全部都是technology 其實很容易會有病人私隱的問題 所以收集了醫生意見 有些醫生是很支持 但他們仍然都會再給一些意見 應該要再著重一下 可能病人的私隱怎樣解決 那我就去explore了其他option 又或者去 build 了一些新的processes 又或者在中間多加幾層 可能私隱的保障 令到病人的私隱度 這個方面是更加有保障 而這個也是對於我之後 在發明展的時候 跟別人去解釋這個project很有用 因為其實去到當地 就會更多人去問這件事 或者去問關於病人私隱度 多德之前有醫生去提點我 令到我就可以把我很完善的 暫時最完善的solution present給當時問我的觀眾 其實參加比賽或者展覽的過程 除了剛才提到可能會令到你 啟發到你對於私隱方面的提高 那個關注度 有沒有其他地方 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令到你有些新的啟發 或者是即場就做些改動 我覺得啟發方面 就是因為這個是國際發明展 我的觀眾不只是來自香港 而是來自很多不同的地方 而不同的地方 他們的醫院也會有不同的處方 就是藥物處方的系統 所以在當地 可能當地的人才會告訴我 他們瑞士裏面可能的處方系統是怎樣 或者來自其他國家 也會解釋給我聽 他們那個國家是怎樣 然後就會令我去想 我怎樣才可以做到一個 是更加供應到所有國家的需要的一個系統 如果我到時想將Medic Safe這個產品去面世的話 我當然不可以只留在香港這個系統 因為其實始終香港的醫療系統 已經是相對某些地方是比較完善的 所以就要再想一下 怎樣去進一步 Elevate這件事 令到它更加完善 另外你說即場的改動 其中一個就是關於 你剛才看到那個風險期的東西 就是它有分了高風險 然後caution 就是低一些風險 但也有風險 最後就是很safe 其實這個都是當場做的改動 因為有些醫生就說 因為其實醫生都不會不知道 藥一定是有負作用 但問題是這個負作用 為它本來帶來的benefit 所以我就想到它加了這個 high risk caution和safe 就可以多些去體驗醫生 如果high risk 其實很大機會都要作出改動 但caution可能只是 你需要進一步去檢查 或者監察多些 去reconsider一下 是 Carissa 我想問你 剛才你一直在說的時候 我就猜到 你一直在想有什麼方法 可以優化 將事情可能帶到其他不同的地方 甚至是幫一些落後地區的人 其實那個健康關注都是需要的 但同時我想你都會在想 腦袋又突然生出另一個東西出來 有些人可能都可以 做一個新的系統去幫忙 你會不會都已經有這些點子 其實在發明展 或者我一直以來研發 Metody Safe和不同人溝通 我都會有很多新的想法 可能會看到其他的project 然後覺得很興趣 如果可以結合在一起 或者可以作為另一個想法 都會很興趣 然後我會一直受到啟發 這個是真的 你想想一些新的project 我這樣說 會不會都是偏向 或者只是在醫療方面 還是其實不是的 可能我在想 其實Barnman 很多其他都可以應用到AI 其實你自己的方向性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 我會很全面性地去想很多不同的idea 因為其實Metysafe 這個是關於醫療的AI 但是我之前做的創科project 可能又是更加的diverse 就是有一個是關於限制的 其實都不是每一次都跟醫療方面有關係 是很diverse的topics 多些我會想 那怎樣可以將這個science 或者技術的知識 去apply 去一些日常的生活的問題 或者社會的問題 那做AI都很著重那個 Human touch 人性化 用起來很有人性的感覺 其實你怎樣去這方面 去到自己增值多些 觸及這件事 對 這個我覺得我還是在學習之中 因為可能在現在的階段 我最會擺先的priority 就是去保證它很安全 準確度很高 因為AI第一個priority 就是它不可以有錯線 第二就是人性化 所以我現在達到第一個 我就會去想一下 如何可以將它 是更加有Human touch的一個軟件 我想就要更加 可能要更多一些 去到一些醫療的場合 醫院有些 去看看別人怎樣用 再進行改善 但平時你自己的娛樂有些什麼 其實我興趣比較多 我很喜歡彈琴 這是我由手到大 的一個興趣 另外我也很喜歡辯論 即是辯論隊的成員 你已經是 彈琴那時候 會不會其實雖然在彈琴 但也有一些曲子 或者AI那些project 有些新的想法 在那時候彈出來 我覺得彈琴 它最好的位置 就是它給我一個空間 去放空 即當你放空了腦 之後可能會有一些新的 怎樣知道 如果我那時候 在面對一個困難 我就會突然想到 我可以這樣去做 然後我就會放下那部琴 可能轉回去 即Karis都會去彈琴 都不定 今天謝謝你 謝謝